主席 主席,我们有请叶主委 叶主委,请 叶主委,刚刚因为几位委员的话题 围绕在行政组织法 我想中央政府组织再造也是叶主委任内所推动的 国家重大改革业务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如果能够在您的手中完成这个改造的大业 我想对您的人生,对您从政的生涯来讲 也会是画下一个漂亮的分号 请教叶主委,您刚刚在不知不觉之间 我不知道您是刻意的 还是不其然 我听起来您已经把这一次 行政院组织法修订 在立法院协调时候的底线都说出去了 是吗?这是您的底线吗? 这是行政院的底线吗? 行政院对这一次组织改造的底线是要通过 这个是我们的底线 要怎么通过? 如果要通过,我刚才提到是说 两个层面 第一个,我们朝野的确不要只有抽象的认同 要具体行动来认同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在方案的方面 我们的一个原则就是 要珍惜上个会期协商的结果 不要把上会会期协商到哪里 全部忘掉 从哪里开始 而且不要 然后只处理征典 对不对? 针对 所以您已经开放了 从哪里卡住 从哪里开始之外 你已经把底线至少开放了两个征典 你认为可以协商 甚至于可以放 这是对的吗? 一部一会 一个退伍军人事务部 跟一个大陆事务委员会 这两个征典 我刚刚听您回答 那庄说汉委员的答话里面的答许里面是这个意思喔 是不是? 我的确是认为应该 寄取 上个会期为什么不能通过 如果我们还是非常扎头 没有办法直接面对问题的话 那就会变成 所以你认为要面对问题 也是在放空气而已 所以你认为要面对问题 所以善意要有 那面对的问题就是要给善意 那给善意就是一部一会可以放 是不是? 您回答我 是还是不是? 当然 只要是善意的话 当然 包括这个 我们都可以从这个角度来面对 所以你已经带了善意到立法院来 但是说不定 讨论的时候到最后 到最后 我们不同的政党 又会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考虑的时候 那我们还是要从这个地方去考虑 我现在是问你的底线 我现在问行政院的底线 你今天到这里来也代表行政院 因为你是主管的机关嘛 所以您认为这一部一会 是善意 那既然是善意 就好人做到底啊 唯德不要不足 唯善不要不足 所以你认为一部一会可以放 是不是? 我认为一部一会 可以在朝野协商的时候 当成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善意 我们带来的礼物啦 所以就是要给嘛 对不对 就是可以给嘛 是不是? 如果齁 你不敢讲 刚刚说了现在又不承认 没有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好可以给 所以你可以读我的 我听起来 我读起来 我读起来是你可以给 读我的嘴巴跟读我的脑筋 读你千遍 我也不厌倦了 我读你千遍的意思 我读出来的意思是你要放 你觉得可以给 OK 这还有逻辑可言喔 在哪里卡住 从哪里开始 然后争议是哪里 我们就要面对 所以可以在这里释放善意 到这里为止 你的逻辑都很清楚 你都找得到理由 你的论述都很一致 可是你怎么突然又跑出一个 科学委员会 科技委员会 怎么又突然跑出来这个 那这个是根据什么逻辑 你又要给 你是不是打开了一个 潘朵拉的盒子 我刚刚越听越紧张喔 那你说好 国科会也好 科技委员会也好 你刚刚突然自己提出来的吧 刚刚专委员没有提出来喔 人家没有考你这个题目喔 那你自己把它提出来 你又说你要给 那你要给这个东西 你的逻辑是什么 呃 我不是打开 那今天我要海洋部 你为什么不给 我要海洋部 你给不给 我不是打开潘朵拉的盒子喔 我是试图打开许多死结 今天就是有许多死结 那这个结 为什么被你认定为是死结 如果说 如果说我们在推动的人 当推动的过程当中 你感觉确实 还没有变成死结吗 确实有障碍的时候喔 因为这个案还没有送进来 这个案还没有送进来 一定要把它打开 这个案还没有送进来 它是不是一个结 都不知道 如果它是一个结呢 它是活结还是死结 也还不确定 可是你刚刚松口了 切记 主委你感觉如何 切记什么 切记 你谈判 谈判是这样的吗 切记心中的 最后的战略目标就是 这一个法这个会集要通过 那就是最后的 你什么都放就一定会通过啊 不是这样的 但是 切记 要在坚持原则之中通过 切记 要坚持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啊 这个原则就是啊 的理想之下 那个原则就是 要珍惜上个会期 大家协商到的结果 然后要给善意 不要 不要变成 什么事都是从头开始的 然后偶尔也可以给科技委员会 你刚刚是这样的意思啊 珍惜 珍惜结果嘛 然后要给善意嘛 所以就有一部一会了嘛 然后再加上一个 科技委员会 也make sense 我们这些齁 我们这些都是 这代表您的立场 这些都是在 我是提醒业主委 我是担心说 我们的底线很轻易的 松口 然后我们的底线一给哦 就是三颗糖果 三颗巧克力糖 我会担心真的是 一不小心打开 潘朵拉的盒子 那当然其实 党政的协调 或者是政党的协商 倒也不会因为说 我们今天在这里做业务报告的 这个松口 就真的潘朵拉的盒子会打开 但是我比较担心的是说 您连 我们的女性事务委员会 连科技委员会 又都挡不住的时候 那我们要修政府组织基准法 我们得开放多少个数目 呃 我 我跟这个 跟个官员说明哦 因为到目前为止 其实这些都只是委员在联署 然后媒体有报导的东西 我不认为说他 已经到了说是一个死结的